- 貴人有幾個特質 其實我覺得貴人還有幾個特質 一個就是說他基本上是 一定是有榮乃大的人 一定是非常非常包容 那個你知道就是說 對任何人他基本上都是 可以給機會 然後也用心去觀察 所以用一個角度就是說 我覺得貴人他基本上是 他的那個容忍度是很高的 一個人如果我們常常講說 小鼻子小眼睛 然後在門縫裡面喬人 大概很難成為人家的貴人 對我覺得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那個貴人 通常他都是很能夠信任人 信任很重要 對 就是說我今天如果說真的是 給你一個機會 不管是叫挑戰 或者是給你一個恩典 基本上給了就給了 就很信任人 我覺得這還蠻重要的 對 因為我們有一句話說 知人善任 對 那所以你這樣給了 你就好好的給他 讓他好好的去發揮 這個還蠻重要的 對 那還有一個呢我覺得就是說 無私很重要 恩 貴人很擔心的就是說 你知道嗎 就是說要成為貴人 千萬不要說 我今天好像是有目的 恩 我今天好像對你好 然後我希望你以後就是好像要 要連本帶利 恩 要來回報的 恩 事實上就像剛剛各位講的 有很多貴人他其實是 就是他去造就別人 是 對不對 他成全別人 但是他看到的是一個更大的面向 是對這個整個世界 對整個社會是好的 對整個組織公司是好的 而不是單純的只是從自己的 好像結黨啊幫派啊 從這個角度去出發 那我還有發現 我覺得貴人是互相帶動的 互相影響 對 我自己比如說我們當老師 有時候我們會好像 當然某個角度我們會成為 我們的晚輩我們的學生輩的貴人 對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他也是我們的貴人 是 像我們教學一段時間以後啊 我想 常常後來有發現 我們有時候有機會 譬如說去哪些場合做某一種服務 比如到哪一個大企業 結果後來發現原來是學生 他已經成熟到那個地步 成長到那個地步 反過來 他說要請老師了 你知道他成為我們的貴人 所以我覺得貴人是互相幫忙 這真的是